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 有美国和欧洲官员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报道称 有官员两个月前就表示 该导弹系统不在美对乌军事支持的范围内 但是一名乌克兰国防官员透露 近几周美方的态度有所改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国防部 目前尚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华尔街日报》介绍称 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可达300千米 可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发射 使乌军能够打击远离前线的俄方目标 俄罗斯方面曾经警告称 如果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美国将越过红线成为直接冲突方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手段保留捍卫领土的权利 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如果该计划被批准 这类武器最早将于7月 被纳入美国对乌克兰的新一轮军事支持 报道称 乌方一直催促美国提供可用于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和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的极数弹药 但是美方此前没有同意 极数弹药具有高度的争议 使用后常会残留未爆炸的可燃物 可对平民构成长期的风险 美国在多次战争中使用过极数弹药 美国在多次战争中使用过极数弹药具